钱庄就来申请要拍卖他爸爸的这个土地啦 假破虫天降 他说我的土地怎么会被人家来查红拍卖来贴封条 结果他一查说 我的不好价给我拿去设定抵押权 假就去问律师啦 哇各位你看看 这个钱庄又失败了 又被骗走几百万 所以我跟他讲说 你的命格不适合当钱庄 各位同学 现在人家说养儿防老 这个房就改成妨害的房 养小孩会妨害我们老人 有一个儿子就是生猪的丫头 生小孩的不好 蛮宠他的因为他是一个独子 这个孩子呢 平常就是比较爱玩 所以呢他呢就动脑筋啦 就想办法 想要去跟这个钱庄呢借钱 那这个钱庄呢 就是说你要借多少 他说我要借五百万 他说你借五百万 你没有担保品的话 我怎么可能借你 他说没关系 我有担保品 我爸爸有同意呢 他呢要拿他的土地或房屋 来给你做担保 他说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我看看 他就跑去看了 他说这地点不错 在我们高雄的这个 Lava Day附近呢 他拿来做担保 哦 所以他就拿了爸爸的权状 要做设定担保的话 就拿了爸爸的硬件证明 他骗他爸爸说呢 我要买车子 他用代理爸爸的方式 用爸爸的名字写了伪认状 偷拿爸爸的硬件 去申请了这个硬件证明 所以呢他拿了这个权状 又拿了爸爸的硬件证明 就来给这个权状设定抵押 设定抵押的时候 权状就给他设定多一层 就是设定600万 那其实就是给他500万 那500万还要扣掉手续费 介绍费 还有预扣三个月的利息这样子 所以他拿走的大概是400出头万 权状借钱是如此 那么他借了以后不到两个月就不来还利息了 那权状也没再怕他 因为权状能赚利息就赚利息 不能赚利息他觉得这块地当初还有千万 那实际上拿走的也没有这么多 他没有在怕他 所以权状就来申请要拍卖他爸爸的这个土地 他就对于甲的这个土地申请 裁定拍卖抵押物 就来查封要拍卖甲的土地了 甲或从天降他说 我的土地怎么会被人家来查封拍卖来贴封条 结果他一查说 我的不好侧给我拿去设定抵押权 那这个情形的时候 各位这个甲就去问律师 这个律师就教这个甲说 你来告你的小孩 偷拿你的权状 然后骗你去领硬件证明 还有偷拿你的硬件章 就告他亲属间的窃盗 那各位我现在要问你 偷拿别人的东西 是偷拿别人的东西判得比较重 还是偷拿爸爸的判得比较重 不是我要教你们偷谁的 亲属间的窃盗 这个刑法324条可以免除其刑 判罪但免除其刑不用罚他 甚至于如果事后和解了 这是可以告诉乃论 撤回告诉的 那如果你事后有原谅他 那也可以获得法院的缓刑 那各位缓刑的话 也可以拿到良民证啊 对他往后的出国移民 考法官都还不受影响 这个爸爸一听就是决定 告他的儿子窃盗 爸爸就说我很生气 所以我不能原谅我儿子 法院就判决说他窃盗 给他判个三个月 那如果判个三个月30天 一天就一千块 所以各位就划九万块 九万块 就这个普隆共的孩子来讲 划九万块 缴划金也是他妈妈拿出来缴啊 判醒了之后 那么这个甲呢 就跑来法院提起 确认抵押权不存在 说我没有要拿这个土地 来跟我儿子作保 所以要求徒销抵押权 然后你这个钱庄呢 不可以对我的土地来加以拍卖 那各位呢 法院在审这个案子的时候呢 就把那个钱庄找来 说第一 甲有没有亲自拿他的钱庄 还有印件证明来给你 他说没有啊 他的小孩拿来的啊 那如果他没有授权 他的小孩 他怎么可以拿到 他的权状跟印件证明 所以我相信 这个是爸爸有拿权状跟印件证明 给小孩 结果法官说 人家讲说他已经告了他的儿子窃盗 所以是什么 没有同意的嘛 所以你在给人家设定的时候 在银行都要对保啊 对不对 银行都要对保 就问一问是不是你本人亲自愿意来提供担保物 作为物的担保嘛 那如果你是要做人保 你人要来做年代保证人 那么银行要核对你的印章 核对你的意思 你愿意今天来做保吗 哎 愿意啊 那各位 这个动作叫做对保 在银行在放款的时候 对保证人要确定他是不是愿意拿他的房屋土地来做保 如果是我们本身拿自己的房屋土地本身要借钱 我们确实也是要核对你本人 如果是第三人要来做保证 这个爸爸呢 要拿他的土地来跟孩子做保 是要做对保的动作 所以法院就问那个钱庄说 那你有跟他对保吗 他说没有 现在呢 他的爸爸又主张是被他儿子偷走 而他的儿子也被判罪了 那甚至于说他没有判罪而判免刑 那法院经过这一番调查 他儿子也承认说 我没有得到我爸爸同意投拿的 但是金属间内切到免刑 只要有法院这个证明 那确实你也没对保 而一叫你来问你也没对保 法院就判决这个抵押权不存在 要涂销 也就是他钱庄不能拍卖假的土地 所以钱庄就白白受损 那他现在只能回去跟这个普隆公的儿子请求 可是各位 他这个儿子本来姓陈或姓林 但是他已经改姓做普隆公 他就是没钱才会去钱庄借钱 所以钱庄后来回头呢 到这个普隆公 要付钱的时候他根本就没有财产 钱庄就损失了将近四百多万的钱 做钱庄也是有风险的 法律的制度是如此 事情发生了以后 隔了一年多 钱庄又出事了 他为什么又出事呢 他说又是同样的情形 有别人来跟他借钱 他也拿他爸爸的权状跟硬件证明来啦 我已经被骗过了 所以呢 我就特别的小心 那我就问他说 你为什么又来 他说我又被倒掉了 我为什么又被倒掉 法院又判我输了 那我说 那为什么要判你输 你没有去对保吗 他说有啊 我以前就被骗过 所以我这一次就对保 但是这一次的对保 人是来了 他爸爸是有来 不过他的爸爸是假爸爸 人老了以后 那个脸都老得差不多 那你对那个身份证 他又给你身份证伪造 各位 这是假爸爸嘛 所以真爸爸出来了 说我长这个样子 这个笔记 笔记鉴定根本不是我 他拍的那个录影 录影那个下面 也不是我 我这里有一颗字 他都没有呢 哇 各位你看看 这个钱庄呢 又失败了 又被骗走几百万 所以我跟他讲说 你的命格呢 不适合当钱庄 你从良 可能才更有前途 在借钱的时候 像医生为什么容易受骗 第一 因为他有钱 第二 他因为太忙 所以呢 他就太相信别人 医生对别人都有一种防卫 都认为说 他还是来挖我的钱的 可是他只要能够拉动你的感情 医生就容易受骗 第三 他太自负 他认为说 他是很OK的 第四 他有一个忙点 因为他很聪明嘛 那就是他的主控权太自负了 在这种状况底下呢 我们看到很多医生呢 他就去投资未上市股票 然后相信那个长得很漂亮的那个小姐 说他又多厉害多厉害 你什么东西都没看见 好几千万就被骗走 你去告人家诈欺 法官还写说 你是个医生 是所有人中的荣凤 你是最强的 你怎么会这么容易就相信别人呢 那显然是你自己因为贪心 所以要去投资的 所以各位 你连告人家诈欺 你都被打脸 这个专业上的这个问题 我们东西要看得到 而且你对于风险的这个评估 在我们的教育里面 对于风险的评估 还有对担保制度的部分 你不够内行的时候 其实不应该把这么大的钱 这么容易就出去 真正值得信赖的 就像日本人 就是说你跟我做生意 我要观察你很久 将来你是不是值得可信 而不是以利益为所有的思考 你这个利益的后面 隐藏的就是风险 连钱庄都可能被骗 那你是社会的小白 你在金钱的游戏里面 连钱庄都容易受骗了 更何况是一般人 所以各位 我们要特别小心 当你没有的时候 你不要急着想赚快钱 也不要想着说我要一戏自负 那么医生他太忙了 根本没有时间 他却宁愿去相信 长得很漂亮的人 却连花点时间来问 可靠的律师他都不愿意 他只有被骗了好几千万 再回头找我 律师已经都为时宜万 所以我们帮各位来介绍 设一个担保 也要注意这一种状况 我们如果没有钱的话 你们不用害怕 跟爸爸演一出 是不是就可以诈骗钱庄呢 所以这个东西 我们都要非常小心 那么以后有机会 老师再往后来讲 说如果你被钱庄超过的利息 怎么去应付他 那么钱庄都是很认真在学习的 那我们的小白 就是很认真的不学习 有时候接触很多的案件 真的是心中 有万般的无奈 那么我们希望每一位 在金钱得来不易 守城更是为难 请各位要特别注意 这样的一个风险